好 国际话题看到是美国总统拜登 已经正式宣布要角逐2024的总统大选 剑指共和党内极端分子 正在危害美国自由跟社会安全 但共和党也反击了说 拜登政府跟现实脱钩 而拜登在党内呼声极高 但是高龄80岁了 显然也是他竞选连任的一大隐忧 美国总统拜登25号在推特PO文 正式宣布争取连任 交出2024总统大选 呼吁选民让他完成这项任务 为守护美国灵魂而战 只字未提共和党呼声最高的提名人选前总统川普 不过嫌外之音非常明显 影片开头就使用2021年1月 川普粉丝袭击国会大厦的画面 提到已让美国再次为大为口号的极端分子 正在危害自由与社会安全 并抨击禁止堕胎和为富人减税的政策 减职共和党 不过共和党也立刻反击 声称拜登政府与现实脱节 如果让他再做四年 通货膨胀与犯罪率将继续飙升 更多毒品芬太尼入境美国 而美国孩童的学习 以及美国家庭的处境 都只会更糟 25号恰逢四年前 拜登宣布投入总统大选 民主党籍前总统欧巴马 也是选在四月 才宣布隔年角逐连任 如今拜登确定争取征战2024 代表他可以开始为竞选活动募款 把握28号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 与党内金主会面 不过如果拜登成功连任 且完成第二任期 届时他将逼近86岁 身体状况也令民主党支持者忧心 而成为共和党的攻击目标 记者王怡婷编译 真的好看 优优独播剧ожноас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